佛系主播 你知道吗 我老是 我老是在 我老是跟自己说 我说一定要好好的直播才行 就是 就哪怕你 哪怕直播没有什么内容 你也要直播 大家能看得到你就 就是好的 但是呢 我老是这样子跟自己说 跟自己说了三年了 但事实证明没有用 就哪怕别人跟我说什么 以前你要是能连续直播一个月 我就给你开工举 我就给你开什么什么的 然后 我说 半个月的话 我考虑考虑 要是连续开一个 开一个月直播的话 你给我开国王 我可能都做不到 还有什么 就比如说不直播 动结什么的 那也管不住我 说的大家都不相信了 比如说 我说我从现在开始 我真的要 一天两场直播 然后真的要 就是什么时候 以前 以前不是说下午三年 到五点直播吗 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坚持了 好像连一个星期都没到 我就不播了 对吧 然后 后来我又 好像又坚持了几天 然后又 又不播了 没有办法的 家里面很多 就比如说 像西哥啊 像那个 小妮啊 请你就前几天 可能还会问我 说 雨萱你今天直播吗 你什么时候直播 可能跟他们说一声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后来压根就不来了 然后再过几天 你就会看到前面 改了一个别 别人家主播的 这个频道号 对 我跟小妮说一声 我说我直播了 看到会不会来 嗨 我直播了 她在天台 为什么 输钱了吗 我也快了 若非的临时场控 若非是哪个小排排啊 天哪 这样很不好弄 都去浪了 就还有那种 就是说 就是更生气的 就是说 哎那个 那个雨在别人家说 哎后面主播 后面这个怎么怎么 谁与权这三个字 怎么去掉了 大雪 我想改你家的 扎心啊 对啊 对啊 不不不不